你們想我了嗎? 想我了嗎? ok 所以我get ready好了 Hello 我們的youtube family 我真的好想你 我已經帶了五年沒有拍的視頻 沒錯了 Sorry I apologize 給你們道歉 今天呢 拍一個之前沒有拍過的 Get ready with me 然後大家鬧一鬧 純鬧的一個視頻 跟大家update一下 I need to change in 搬回了深圳 30歲 大靈聖女 當然我搬回深圳的時候 還是29歲 ok 感覺超好吃 我要爭吃 好開心 搬搬 啊對 大家看這個是 閨蜜送給我的耳環 生日的時候送的耳環 這耳環是超酷的 它有超多種帶髮 這個年代 不善男人給的禮物 善閨蜜給的禮物 才是王道 我這周末剛過完三次算了 剛送的禮物 謝謝王道 這個年代真的 曬的都是有錢的閨蜜 所以呢 Dora在29歲的時候 搬回了深圳 單身大靈聖女 就這樣搬回了深圳 嗯 跟大家聊一聊為什麼 因為我從小呢 是在深圳長大的 六歲 對 跟著爸媽來到了深圳 然後真的就是 Fall in love 愛上了深圳 那個時候在東北嘛 天氣真的是超級的冷 就是東北你也知道 當時我媽說 我媽老提醒 我當時第一次落地 在深圳的時候 就說 啊這裡可以天天穿裙子 聊到原來 對深圳的愛 然後雖然我小時候12歲就離開 但是 我就是對深圳有一種愛和執著 因為我覺得深圳是中國的貴谷 然後 我還對貴谷 就是Provence & Closy的地方 都不得了清楚 現在我頻道的小朋友來 嗯 你們還不知道 因為我好像最想要 跟大家一起聊過這個事情 我小時候呢 是 對 六歲來聊了三人深圳 然後12歲離開 去阿丁堡讀書 然後 英國的阿丁堡 然後一直到大學並畢業之前 二十三歲都在阿丁堡 然後二十三歲之後呢 二十四歲是在 跟爸爸一起追落世界當微報科 爸爸今天一直工作很忙 所以大學畢業的時候 他正好也想早一點退休 過去歸谷創業 然後二零一四一五年 一五一六一七 都是在歸谷 在貝爾 在灣區美國的 灣區度過的 然後一七年的時候 我今天 果然診斷了 直腸癌 我又回到了 艾丁堡 照顧他 因為他沒有小孩 嗯 一直到今年五月份 五月二號 二十 你怎麼很會挑日子 這個哥們兒 居然 就在五月二十號 五月二十號 五月二十號 你那一杯馬 算了嗎 很充滿愛 Richard我的結婚 這小老頭 之後我就 因為照顧他 我一個人 經歷了真的是 惡夢一樣的走失天 嗯 但很幸運 其實是非常充滿愛的 所以我一個人在家 他算走了 嗯 就自己真是好厲害 我們現在回家起來 我現在知道 這件事情有多好得住 天哪 算了這過去的六個月 你看今天是 十一月三十號 真的是過去這六個月 經歷有點太誇張了 然後 嗯 之前我一直有這個夢想 就是想回 回深圳 因為我真的已經 你看從12歲離開到現在 29歲 離開了 十 十七年對吧 對 十七年 所以 十七年後 終於有辦法 就特別開心 嗯 搬回深圳呢 有幾個原因 看我發現了 我一講話就不能夠 講話做別的事情 因為你知道小時候 我爸 因為我爸很喜歡 科技類型的東西 所以我們家 我記得第一次 他購買一個MP3 那個MP3裡面 十五首歌 真的是 哇塞 現在想一想 科技的變化 是不是很 很誇張 然後我爸自己 又很喜歡科技 一些些些的東西 要不然我去他 當年 就現在是不會搬到神鎮 帶著我媽來神鎮 然後所以呢 對 我從小就是對 科技呀 對硅谷有一種愛 有一種那種美國夢 然後就感覺 然後我爸老跟我講說 我們這些東西都會刪在人家 美國生產了嗎 所以呢 我當時就知道 我要去美國 我要去美國 我們看一看 我是14年的時候 跟爸爸當完了一年的背包課 15年的時候 就中旬就去了貴谷 去創業 然後剛開始是在一家 浮花器工作 Do you dripper you? Shout out to all my dripper you family 真的是非常 真的是我跟妳講 在貴谷還是很不一樣 我建議所有的小朋友 如果妳有那種創業夢 或者有科技夢 還是要去貴谷看一看 體驗一下 因為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酷 非常的 嗯 就是 人脈 就是妳跟不同的人聊天 不同的格子的人聊天 真的會 看到不一樣的世界 哦對了 我用的這一顆 叫Miniso嗎 那個牌子 Miniso的 超級好用 給妳講 十塊錢好像才 但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非常喜歡 灰色 又不會太突兀 很淡 很自然 然後呢 為什麼這麼喜歡深圳 因為我覺得深圳是 中國的貴谷 然後甚至 只會越來發展越來越好 今年是深圳的四十年生日 看今年是我 十歲 三十歲的生日 所以我覺得 就是跟深圳特別的緣分 我剛開始去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不嫌不嫌的 你可以想一個十二歲的小孩 怎麼想背景離家 離開 自己熟悉的地方 去英國 我就當時經常跟我交換人家 我說 我告訴妳 我是來自大城市的孩子 我是一個 就是從小 以為 concrete 就是那個水泥是才是自然的 然後花是種上去的人工的 一個小朋友 然後我們都住 深圳我們都住高樓大廈 是個這樣的人 我的小時候是不是 是不是小時候特別欠奏 真的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小時候怎麼會 這麼欠奏 講話還沒道道歉呢 反正我江湖人就是 特別愛我 非常就是管著我的脾氣吧 是的 真的是很管著我 這還有做的筆記什麼的 待會兒錄下一個視頻用 把化妝品全都擺出來 看不到妳知道嗎 就不知道畫什麼 啊 東西要離開了 我這個化妝包 是BA和The White Company 倫敦一起做的一個包包 超好用 超有質感 就是那種會覺得 我要用一輩子的 我們要買包的時候都這麼說 都這麼忽悠自己 啊以後買包留給女兒 靠以後我的女兒跟我搶包用的話 我也會買 嗯 沒事借給她 是我的女兒在那 對不應該問我的女兒在那 應該問我女兒的爸爸在那 因為我的工作都是線上嘛 然後我在線上面 賣我的網課呀賣我的資訊 所以嗯 賣網上產品 做視頻拍視頻 所以其實是在哪都可以做的 所以沒有地域的差距 這個困擾 所以我就覺得 那我既然可以這麼自由 為什麼不搬去我自己想住的地方呢 哦對了這個也是 這個鏡子我真的是超級喜歡 是我跟我的閨蜜 周周一起陪她爸媽去Sephora買東西 都是他們送的 真的是超級好用 也是就是我覺得 精緻女生必備的一個小東西 因為她這個鏡子真的是 它是一個鐵的 那它就是特別的好用 你看鏡子是不是很好用 讚讚讚的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錄視頻 哈 它是這樣子的 哦就覺得嗯 看到了心情好 你就覺得說 其實 東西我覺得不太貴 或者我不是說什麼東西 都要買牌子的那種人 但是我就覺得 這就是你看到它 你覺得心情就很好 然後就心情好 就覺得嗯 就很開心 所以我是一個對 烏魚其實沒有那麼強的人 就有一個東西 我很喜歡用 我會用它一輩子 所以今年呢我就是 把監護人 5月20號送走了之後呢 就自己搬回來深圳 把她的房子收拾出來了 把爸媽的房子收拾出來了 把爸媽搬到了我監護人那 然後呢 又把自己的東西收拾出來了 然後又寄回了深圳 我跟你講真的就是 回想一下我今天在幹了好多事情 但是很充實 非常的開心 嗯 的確有六個月 過去的六個月真的是太可怕了 就是情緒啊那種浮動啊波動啊 然後 嗯 今年很急趴的也是 我以為喜歡我的人 然後我喜歡 我也喜歡的人 我以為我們會在一起 會 就是你知道 孤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結果人家結婚了 就是有了 送走我監護這個經歷呢 之後呢就 好事呢 是 所有事都是好事的嘛 都是雙方 就是有兩方面的 有了這個可怕的經歷呢 現在我就是 經歷了這個 我喜歡的男生 要娶別人了 我覺得 也還好吧 就是覺得 嗯沒問題 那世界上男人這麼多 對吧 那他把人 是吧 有其他人 當然我也難過了幾天了 那後來就很容易就走出來了 人生我跟你講就是經歷 不是磨練 來繼續化妝 看一聊起來就忘了化妝 真的不是很能multitask 我很佩服那些會multitask的人 絕對不是我 這個呢就是CC Cream 小小制的 因為我覺得 這種小小制的很方便 放在化妝包裡面 因為我的化妝包就這麼大 因為我拒絕它變大 因為我發現了 我是那種有包有多大 就會裝我多少等等的人 所以後來我就想看了 就弄著小的 有的時候我用Beauty Blender 但是大部分時間我就用手 解決 因為我在外面工作 跑來跑去的就 給人家手 就是最好的工具 而且我真的是沒有那種難心 拿出什麼 哇一大堆刷子 咔咔的往臉上吐 那真的是不是我 不是我的style 化妝真是那種超級快的人 因為我就覺得化妝就是要 效率效率效率 我真的沒有辦法化什麼 哎呀蓋子又掉了 我覺得15分鐘內化妝我就要搞定掉它 要不然心情就不爽了 而且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我覺得化妝化太精緻了 有的時候就是化 卸完妝之後就接受不了自己長什麼樣子 所以就算了吧 就愛自己 我們永遠今天是最年輕的 你要怎麼去思考 我就突然覺得自己真的很好 因為明天會更老 哦對了 然後還有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想搬回深圳 也是因為我覺得 因為今年我丟了監護人嘛 監護人走了 所以我也很想改變一下狀態 之前 我結婚真的是特別崇溫的一個人 他去年還在跟我鼓動 我說你應該去深圳發展 你應該去深圳發展 你一直從到了愛丁堡 你就說你是深圳人 你不是這兒的人 你看不起愛丁堡 看不起英國這個村子 那其實我也可以陪你回深圳 你說一個癌症四期的人跟我講說 可以陪我回深圳 是不是也很誇張 然後後來我們倆都 今年年初的時候都已經計劃好了 就是過完個春節 在愛丁堡過完個春節 因為我監護的帶領小來了愛丁堡 我也當了監護人去年 所以我監護人跟我都計劃好 今年陪我 我陪他回 去中國 來中國 因為他沒有去過中國還 之前一直他都說 除非我陪他 他是不會來中國的 但是 沒有這個機會了 可是我 其實為了緣 我自己的夢 我把他部分的骨灰帶回來了 然後 我在上海隔離的時候 出了隔離 9點我就去灑了他部分的骨灰 在外灘上面 然後 還帶他 我隔離完了之後 還帶他去了一趟西安 然後也把它灑在了丁堡油呢 所以我覺得 就是 用另外一種方式 緣我們的夢想吧 他之前的老和我講說 除非我可以當導遊 他不來是中國 但他已經去過西藏了 所以也算是見了部分的中國 有些事我跟妳講 現在妳看我別看我 像看得多開始的 那前幾個月前幾週 哎呀那種 那種沮喪 真的就是那種 心情就是控制不住 真的是覺得世界馬上就要美了一樣 覺得世界到了盡頭 心裡有個大洞 黑洞一樣 嗯 那把我兩個吃了一樣 真的是很奇葩 但是 一個感受一個體驗 但是 我做 週六 週五的時候 去見了我的小學老師 李楊老師他是幸福 他就跟我講說 你這樣的個性 看不了誰受苦 然後 又熱心 以後 你要送走的人還很多 所以 這個就是 都是你的人生的經歷 你的經驗 所以 聽楊老師這麼一講之後 我覺得的確是 我在二十九歲的時候 遇到了千年難遇的疫情 然後又陪著監護人 一路走完 嗯 自己一個人把他送走了 我覺得這也 雖然這聽起來好像有點自大 但是真的 我覺得這也 現在回想起來覺得 我經歷了什麼 我怎麼可以當下 哦原來我都能hold得住 所以還是一個其實非常empowering 讓自己覺得 哇原來我這麼強大 就是遇到了問題 我不是一個會縮 我會躲的人 當然了事後 真的是情緒 我跟你講 想個想想 雖然 如果給我第二次選擇 其實我還會做嗎 當然還會做 不願不會 我個人 shiny 我的人生革命 治癒 就是我的人生那種 moral compass 做讓自己不後悔的事 所以最後做到了 嗯 那哭哇什麼的 我的就委任了 但我必须尝一下 好 如果你丢过双亲之一 或者丢过至亲 我真的好有同理心 太不容易了 来 过来给我包包 过来给我包一包 我其实呢 虽然29岁 但是我有三个朋友 都在比我更小的时候 丢掉了爸爸 有三个 两个闺蜜一个给蜜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很小 没有办法承担起来责任 所以他说他们都很帮助我 然后他们都说 在帮助我的同时 也疗愈了他们自己 我没有悔恨 没有任何的后悔 因为我只是陪了他一路 然后因为有疫情 正好又大家都在隔离 然后所有事业都停止了 所以我正好 也不是说我也没有什么工作 说一定要非得我上 而不可以 所以 他就说他很羡慕 可以 就是彻彻底底的 陪着肩活人 所以线上职业者 自由职业工作者 这里还是非常幸运的 然后这个呢 是我在网上买的一个 睫毛膏 我跟你讲 真的超级推荐 非常的好用 我跟你讲 超级推荐 就是他刷出来之后呢 那个睫毛 来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他这种 很细很细头的 但我都会怎么样 我给大家教小的tips 就是 把多余的都刷下来 当然了 我就用一张纸 但是呢 你知道 细致点 精致点的girl 请你 你们会用那种什么 粘什么的 你就用那个啊 我呢 就是 我这样子刷 来 我先刷吧 我基本上 因为经常 我超级喜欢刷睫毛 就睫毛 刷睫毛 放手的乐趣 所以基本不用看镜的 就用刷 下睫毛最好呢 就是这样子竖起来刷的 没事 让我再多刷几轮啊 就能看到了 对 所以呢 我是今年九月份 从英国飞回来的 然后隔离啊 然后隔离啊 什么的 一大堆 弄了一大堆事 公司上的事啊 加一点事 你看我这还有一箱子 就是我 激活到了五箱子的东西吧 多激活到深圳 把激活到我个小的同学家 对 疫情跨过搬家 你说我是不是多想不开 多想回深圳 那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睫毛膏好用的 你看到没有 这个 撒子毛刷的 哎呀 就是 真是 很赞这个 My Diary的这个睫毛膏 推荐 强烈推荐 而且我的薪水也可以用 因为它是小小的头 你看 这么点头 就比较不容易搓到自己眼睛 我用的这个眼线笔呢 是 Minnesota Ultra Thin Waterproof Eyeliner 也是 十块钱 就抱好用 抱好 对有一点点闪闪的效果 然后也是十块钱 这就是什么好 就是你知道没有什么好挑的 然后它主要是 它就是真的是waterproof 它是防水的 防晕 至少我 呃 我不是干 我不是油皮 我是大干皮 然后在我的干皮上面 它是很防水的 是 瞇着眼睛 然后也不用镜子 因为毕竟自己的眼睛 已经很瘦了 经常化妆 就 对 就这样子 瞇着眼睛 我就希望我的宇宙 就是睫毛 我在宇宙也能看到 这睫毛真的是一个妆的 至少是我个人妆的一个重点 睫毛太重要了 我犯了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有的 刚回国的宝宝有这种体验 就是 应该听 理发师 因为我其实很讨厌有刘海的人 但是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 反正就是 我进去理发店的时候 都也没有跟理发师推定的说 比如说 你给我剪个头发吧 然后 它说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适合什么 毕竟是做专业的 然后对我剪了 我剪了一颗刘海 它说显得年轻 可是我觉得有刘海好丑啊 不太适合我 我觉得宁可 就是 我觉得根本要显年轻呢 我就是这个年轻 就喜欢自己 原本的样子 就好了 最近有点恼火 就是有一片刘海 每次会掉出来 你看就这样子 我就觉得 好生气 没问题 它自己会长回去的 妆大部差不多 其实就是这样子 我就再涂个口红 哦对 我最喜欢画的 这种bling bling的 这种眼影 这个是innisfree的 你看 通过它已经 破成这样了 你就知道 我真的是在经常在用的 因为这一款 真的就是上妆 效果 特别好看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款 你不要扔到地上去 这真的是bling bling 闪闪的 看得到吗 来 对 这个是这个眼影 innisfree的眼影 这一款 这个中文怎么读 几周 人鱼鸡吗 OK 妆期就差不多这样了 已经快要结束了 涂在眼睛 面前脚上 我觉得它就是闪闪的 就特别的好看 这就是我的日常一个 会画的妆 就没有那么的夸张 没有那么的夸张 然后我唯一妆会比较变的 就是最纯 嗯 我有几款 纯彩 我是会换着用的 有一支我超级喜欢 但是那个颜色 现在被我扔到另外一包包里面 我就不去拿了 就这三款颜色 这就是一个粉嫩粉嫩的颜色 我觉得 这颗颜色比较适合我 很喜欢 你看就剩那点点 你知道我真的是在 很认真在用它 这就剩风一点点了 啊 我们这一款 是我平时经常会用的 Kiko 这一款 也是 就是都会用了什么 只要真的是我爱的东西 妆就是这样子 是蛮可爱的 是一个非常日常的妆 非常blumblum 闪闪 粉嫩粉嫩的妆 对 就这样啦 嗯 今天很开心 跟大家聊一聊 然后跟大家update一下 更新一下我最近的生活 啊 为什么要搬回深圳 然后 啊 就是2020年的一个经历吧 很高兴 对 这么多 这么久没有开工 没有复工 然后真的很 已经很期待 很迫不及待的想 在 嗯 开工了 工作 然后跟大家分享 我生活里的一切 然后 希望我的 这些分享能够 帮助到你 然后 对 期待 你们下次见面 下一段视频 下一条视频 见咯 然后对不要忘记 要订阅 然后打开小Novi 这样子我每次一上传新的影片呢 你们也能看得到 有什么内容 希望我可以帮大家录制的呢 也要在留言区告诉我哦 对 期待 跟大家下一次见面 拜拜 拜拜 拜拜